總督帕耶特在厄泰華總督府接受新任中國駐本國大使重陪母遞交的國書 帕耶特就希望加中兩國藉著2020年建交50周年的機會離合分歧 李永宇報導 總督帕耶特昨天在總督府接受了來自中國委內瑞拉、阿富汗、約旦、科威特以及盧旺達6個國家駐本國新任大使遞交的國書 帕耶特在接受中國大使重陪母遞交國書後表示 歡迎重陪母大使李新希望加中兩國以迎接明年10月建交50周年為契機 加強合作、微合分歧、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重陪母也強調眾家建交近50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歷程表明 雙方一定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 希望加坊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 與中方一起努力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重陪母大使在9月22日李新 加中兩國現時因為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引渡案 兩名本國公民康明海、邁克爾在華被拘押 關係陷入低谷 本國對華出口戒花紙等農業產品貿易亦停滯 再次見!